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all out 是我打给你 应该算是这个call out 那我们有几位大陆朋友也非常可爱 他还把他的每个礼拜 甚至每天观看我们台湾媒体的这个内容 都详细的记录下来 那我要跟这些朋友讲 你说你是翻墙过来看台湾媒体的 这个heavy user这种重度使用者呢 我是不会跟你连线的 我不想听这种声音 我要听的是那种 在大陆各省市 各种不同的这个地方的朋友 你每天都看台湾的绿媒 看台湾的也可能看蓝媒 然后你每天看 每天非常认真看 我要跟你聊什么 你跟我讲说 你看得很多听得很多 我反而不想跟你聊 好我不想你能不能体会我的意思 我就不点名 因为好几位朋友都 自我介绍说 混准兄 这个来什么节目 我倒背如流啦 什么节目我每天都看什么的 那个我反而不想跟你聊 我这个人就很奇怪 来我们来跟山东的王先生来连线 来来来 你好 喂喂喂你好你好 你好山东的王先生你好 对对对你好你好 王先生我们先从那个杨洁篪 跟那个布林肯的那个谈话来 开始来来你先说来 先用这个题讲 因为就是布林肯他说嘛 别跟美国对着干嘛 但是我看这不是美国 不是中国跟美国对着干 而是美国他一直在跟中国对着干 我们是属于这个正当防卫 一直是这个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 因为他美国一直在干涉 一个中国的内政问题 我们中国却没有干涉美国的内政吧 然后国家领土主权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底线 美国就一直在触碰这个底线 这明显是美国要 美国找我们的场 美国一直要跟我们对着干嘛 杨洁篪他这个发言 就代表中国人民的这个新生嘛 代表中国最广大这个名义嘛 就告诉这个美国人 中国他已经不是20年前那个中国了 好就我听了也是很感动的 好所以你有看那个新闻就对了 就他们在阿拉斯加谈话的这个新闻 对对对我看了看了 好那很感动 好那个王先生来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两岸 你认为两岸各有什么 你整整体的你对台湾的印象是什么 整体印象就是 过去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嘛 就内华网络他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而我对台湾的印象都是从课本上来的 对台湾的印象就是风景好 人好食物好呀 但是就后面从读大学高中的时候 我读高中大学的时候我就通过网络了解 就事实就跟我想象的就不一样啊 就台湾有一部分人对大陆是有很深的这个敌意的 而且很多媒体就是造谣污蔑大陆 导致我对台湾的印象就变得比较差了 我认为就是台湾的台湾这个优点嘛 就第一它就是医疗设施非常完备嘛 然后它这个健健保体系很齐全的 我认为你们这个健全民健保这一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社会福利这一方面非常不错 社会福利啊 你讲的全民健保跟社会福利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呢 所以你是覺得這兩個都很好就對了 對社會福利和全民健保 這兩個方面做的不錯 王先生恐怕大部分台灣人是不同意這句話 因為你從大陸看台灣 你會覺得不錯 可是我們自己在裡面都覺得 來你繼續講 我就講大陸的優點 就我們大陸這個優點 最大的優點就是 我們這個基礎設施建設的能力 是非常強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基建能力 是可以堪比發達國家的 這個就從側面反映了 我們這個政府執行力很強 然後大陸政府官員 對這個公共設施的建設 公共項目的辦事效率是非常高的 這個就對比你們這個台北政府 我感覺你們這個台北政府 就是政府官員 他連一個台北大巨蛋 就拖了這麼長時間 他都沒辦法處理 就拖了這麼長時間了 就這種效率 他在大陸官員就早就 大陸就早就讓他下來了 王先生 因為你在山東 你可不請問你在山東的哪裡 對對對 青島青島青島是大城市 我可不可以請問你青島 我們台灣有一個特殊的名字叫做文子館 好就說我們花了很多錢蓋了 各種公共建設之後就沒有就荒廢在那裡 幾百億幾千億就浪費這樣子 我想請問青島或是山東有沒有文子館啊 什麼什麼叫文子館文子館就說譬如說我蓋了一個很大的圖書館 但是都沒有人去然後我蓋了一個很大的停車場都沒有車去停 我們一般有圖書館 而且就是去的人呃呃我感覺挺多的 而且就是現在就比較漂亮 王先生你沒有聽懂 譬如說我蓋了一個漁港 像我們台灣的這個新達港這個大笑話 當初要蓋東南亞最大的漁港 結果漁港蓋好了沒有船 對對對 嘿然後這個你們大陸有這種東西嗎 青島山東有這種文子館嗎 呃我是沒有聽說過 反正我是沒聽說過 如果我想說如果你們大陸的官員敢蓋這種文子館 可能早就被 哈哈哈來來來來 最後一提請教那個那個武統跟這個這個這個文統來 你何統你呢你的看法來 啊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就是台獨肯定是不可能 台獨就是不可能的 然後是在短期內呢就是我們從短期來看 就是從短期來看就是有前提的維持現狀 是那個大陸對於那個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個最低底限了 就是有前提的維持現狀 這個前提就是九二共識 這個是從短期來看的 嗯 然後如果說從長期來看的話 這個統一是必然的 是最有利於這個兩岸經濟發展的 因為第一就是我們不可能是一直維持現狀嘛 這個他也不符合事務發展的這個客觀規律 而且第二就是大陸現在都做的會財政策 還有對台灣的讓利 他不是為了維持現狀的 是為了這個統一做準備的 所以大陸才那個推出這麼多政策 好 OK 所以我認為就統一可以使台灣經濟利益取得這一個最大化 OK好那個王先生 王先生因為我時間關係你有沒有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來 你請說來 還有補充的就是我認為就是首先就是台灣那邊應該讓大陸看到這個可以和平統一的希望嘛 如果就是我們哪怕就能看到和平統一的希望我們是絕對不會就是無統的 那那那那我們要如何讓你看到和平統一 就是你講我們沒有看到民進黨政府沒有沒有生出任何的 王先生我們就具體的講具體的講善意你你認為我們要展現的善意是什麼 第一就是前期就是疫情內華小明來台嘛現在現在我沒有聽說這個就是好像就是現在小明他們還是不能過去對吧 都回來了啦大哥都回來多久了你也別鬧了你稍微update一下 哈哈哈回來半年有了啦 你也幫幫忙你看新聞你是不是啊 不是王先生你你新聞跟不上沒關係很正常我也跟不上你們大陸發生什麼事情我說你要我們釋出善意那個善意是什麼呢 那個是很虛很虛幻的名字具體的是什麼 就比如說你你就應該承認九二共識啊 承認九二共識你就基本的善意就對了好謝謝王先生謝謝你的寶貴時間謝謝你哦 好謝謝山東的王先生那個小明都回來了啦我們小明哈巴當當算算是大概 呃三四千人已經都回來了齁不過當時是很的確如同玩意那時候是不讓小明回來 非常的歧視 各國都可以回來你看歐美帶了多少病毒回來 他就是只有小明不能回來 你看那個蔡政府那時候的處理齁 你好哈嘍哈嘍你好啊 你好上海朱先生你好啊 對對對上海朱先生 朱先生我們從那個楊潔篪開始講來 從楊潔篪開始 楊潔篪說的話我認為是比較貼近真實情況吧 然後有有一種歡欣鼓舞的作用啊 主要說給全球華人 呃和那些受到 強權國家迫害的人聽的 嗯當然他主要是說給 主要還是說給我們國內 中國人聽的 朱先生你講的非常的非常的正確 他主要是講給你們聽的啦 他不是講給美國人聽的 其實華人社會分享還是蠻多的 馬來西亞新加坡包括其他國家的一些華人 當然台灣人也在裡面 也在看啊我們也在看也在聽啊 看他講什麼 對對對 來來來 我是這樣的 我認為中美衝突是好事情啊 就在這方面 其實衝突是好事情 因為呃我們圍棋上有一句話嗎 叫做其從斷除聲嗎 就是說有衝突有對曠 才有後面的合作和談判嗎 這個其實在我們商業談判上啊 和人與人之間交流上 其實有衝突並不是壞事情 好來來 就先來我們我們拉回來 我們這個主題來 那個你覺得兩岸各有什麼優點 你對台灣的整體印象是什麼 兩岸各有什麼 我先說一下對台灣的整體印象 其實我要說一下對台灣人的 因為我我就身在上海這邊嘛 因為我接觸台灣人還蠻多的 就是從工作到學期上都有 我就說工作上的 我這個公司裡有五個台灣蠻多的 然後他們其實我認為台灣人是 一時比較有禮貌 然後有個特點就是他們 共同一個特點啊 在工作上都比較拚 比較有上進 然後都能服從 服從他們的上級的安排 就是 對不對 今天這我不太懂 難道大陸人不服從上級的安排嗎 你講的我 你講的我 台灣同時 相比台灣同時 大陸人他會 我們比較大陸 或者我是上海人 我說上海人 上海人可能會比較就是 比較會挑一些領導的毛病 有的時候呢 台灣人順從的會多一點 那當然我認為就是優點 對不對 朱先生你說我們台灣人 在你們上海工作比較拚啊 對比較拚 可是 都很上進 可能是因為他們 他們到你 我們上海人來說 可能更拚一點 那可能是他們到外地去工作 當然不拚不行啊 可是我們這邊的年輕人 對對對 這個光光個鮭魚就那個 哈哈哈哈 來來你繼續來 台灣人的 他們的語言的詞彙量 我覺得他們中文說的可能還蠻好的 我的意思是他們的用詞啊 各方面還是就比較豐富的 比較文周周的那種感覺 你你到底遇到哪些台灣人啊 哈哈哈哈 來沒關係 來來來來 那個你覺得兩岸各有什麼優點 可以互相參考的來 兩岸各有什麼優點 我先說一下台灣的優點 好 一方面 台灣的貧富差距比較小 我認為 誰跟你誰跟你講的 數據上也看到過 誰跟你講的 我說的是對比大陸的 我說的是對比大陸 你西歐和北歐的國家可能是很大 但對比大陸的話 貧富差距是比較小的 來來你繼續說 另外媒體的自由度和透明度比較高 當然我想我知道你會說可能這方面也不如過去了 但其實還是比大陸要來的好一點 好來大陸的優點來講講 我還沒說完了 沒有因為昨天我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讓你這樣講 我讓你慢慢講我後面都不用講了 大陸對於政府辦事效率 之前有人提到過 政府的辦事效率比較高 另外就是我對於頂尖人才的培養和發揮的空間比較大 頂尖人才的培養和發揮空間 也會去一些人家來塑造 是 另外就前面說到政府規劃方面 他會有一些計畫KPI的 他們如果辦不到的話 會有相應的人要對此來負責的 這方面也 OK 那朱先生最後一題 那個武統跟核統你的看法 來 武統和核統 我現在是 就目前階段我是不贊成武統的 因為我認為武統的話 就是對我個人 可能並不會得到什麼實際利益 所以說 朱先生你從個人角度出發也太狹隘了吧 怎麼對你個人有沒有利益 就是說 你再想一想吧 這麼多人在聽 來讓你有解釋的機會來 對我解釋 因為 另外 我說的是一方面的個人沒什麼 另外就是從 中國整體國力的話 如果現在武統的話 會受到一些國際影響 他會造成可能會造成國國力的 衰退 所以說我認為現在是 武統是不合適的 朱先生你現在有很多台灣人跟大陸人在聽 你說 你撇開你個人不講 你說大陸如果武統會對大陸的國力造成衰退 你講這話台灣人聽的是什麼感想啊 因為擔心大陸的國力衰退所以不要武統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朱先生 那我們今天談話就先到這裡好不好 那個也跟你連線的五分多 你要什麼要補充的嗎 你要什麼要講嗎 如果沒有我要掛電話了朱先生 你講的算是很差啦 我很抱歉 你講這話 這個我是聽不進去 講的真是差 就因為大陸不武統 如果武統的話會造成大陸國力衰退 所以你不贊成武統 這跟國力衰退的問題在哪裡啊 怎麼是跟國力衰退 他跟你個人 你個人對你個人沒有沒有利益 所以你就不贊成武統 這個講的真是差 如果真的大陸要去武統的話 不是考慮國力衰退與否的問題啊 你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你是能衰退到哪裡去 而且如果大陸經濟衰退 因為他連帶影響的 你看他楊潔篪講的 整個東協的第一 是你們的第一大的這個 這個這個貿易夥伴 第二大是日本第三大是韓國 如果大陸的國力衰退了 他不是只有大陸衰退 他連帶影響的是 整個亞洲 好就東協 那就十國啦 日本韓國 我們以後一定知道這怎麼是國力衰退的問題呢 竹先生你要再想一想啊 你因為你你我要問你的是說 你對武統可能看 那個國力衰退一定不是重點 一定不是啊 那你把當成重點來講我只能說 你講的很差 很抱歉啊 我我跟你講 你講的好我一定是稱讚 你講不好我一定是批評啊 好但很抱歉因為我很主觀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你講這個實在是 呃就我開這個call in 希望兩岸多了解來講 你算是講的很差了 我接了幾百通的call in 我覺得你講這個實在是 如果如果大陸碰壞call in 你是要講這東西 我不如不要開開call in 因為講這個對兩岸沒有幫助啊 什麼叫做 武統大陸國力會衰退 好 這個 中常會這個我們到 拜選檢討會在講 今天監委去 去問這個NCC齁 說為什麼台灣沒有優質新聞齁 呃第一個就是監委 因為監委是外行人 你問NCC NCC也不懂啊 好 那NCC的主委也是個這個門外漢啊 他的回答是說台灣必須要公共新聞的頻道 現在沒有嗎 現在就有了啊 NCC主委你是你是 你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我們我們現在沒有公共新聞頻道嗎 你有的公共新聞頻道 不等於會有優質新聞啊 怎麼連這個都不懂呢 這監委基本上是問到魚莽啊 你問NCC主委他能講什麼 他他知道什麼 什麼叫做為什麼台灣沒有優質新聞 你問就問錯了 你問錯人就不會有正確的答案啊 好第二段我們來談這個陳時中的這個疫苗 然後第一段呢我們從這個我們F51的這個非安事故來談起 歷年來的非安跟公安的檢討報告 看看就好 不要想說什麼 呃所有的這個出事的這種的原因或什麼的一定會能夠 這個真相大白啦公諸於是 你有這種想法的話基本上就是對這種事情的誤解 好那我們台灣的壞習慣就說只要發生這種中大事故呢 就急忙要找真相第一時間就想知道為什麼 好那你想說那到底為什麼兩台F51會掉下來你想知道 但是你有可能在第一時間就知道嗎 當然不可能啊 所以你找了一堆什麼專家啦 什麼什麼退將啦 之前什麼退休的什麼 什麼是飛行員什麼的 他哪知道他當然比我們熟啊 可是真正事故發生的原因你會知道嗎 你會知道才怪啊 要嘛就是被你拆中 要嘛就是被你蒙中 你哪知道他兩家F51是為什麼會會掉下來 所以這種這種一錘定音齁 其實我認為是不好的 我們媒體長第一天就知道第一天誰殺的誰誰知道啊 你在你在旁邊看嗎 不能說誰殺的誰 好有時候太太急於去挖掘真相啊 其實是反而是被被蒙蔽的齁 好我們來看這個這幾天非常談論非常多的一個彈射儀齁 本來說六億啊 齁已經都去評估過了 好人家這個軍火商都到制航基地去看過了 可不可以換裝可以當時報價是六億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七億八千萬呢 六億變成七億八千萬是多的30%啊 多的一億八千萬啊 你不趁火打劫嗎 啊如果六億可以做的東西 為什麼要七億八千萬才能才要賣給我們 你把我們當成什麼 好所以這種漫天開架我們一直吃這種虧啊 不然你不要買啊 不然你自己做啊 我們就做不出來啊 好所以這種軍火商把台灣當提款機 你不是第一次啊 好各國都在欺負我們啊 可是我再講一遍 好很多人利用兩岸之間的這個矛盾 跟衝突 好居中在賺錢牟利啊 看你的錢啊 反正你也沒地方買啊 好我一再跟大家講說我們跟法國買這個東西 好當時說大陸也有人收錢 法國也有人收錢我們這邊也有人收錢啊 我為什麼要給大陸賺錢 好大陸你不要反對好 不要反對法國賣賣軍火給我們 法國一堆人收錢啊 那法國政府的的處理是什麼 永不公開通通不能公開因為太太爛了 法國政府是一個非常貪污腐敗的政府啊 也沒辦法啊 我們這邊就是幾百億幾百億這樣子的 這個揮霍齁 所以你說多了一億八千萬 這個男人媒體就 經過報價還什麼作業維持費什麼的鬼扯啊 你三月中旬才到台東去報價的 都已經預算都編了就是六億為什麼變七億八千萬 好這個中間的這個齁 我是覺得這個沒辦法 好那蔡總統這個三軍統帥呢 這個昨天很多行程啊 好什麼這個動土典禮啊頒獎典禮啊 好還有到士林地方法院看那個莫名其妙的 國民法官的這個這個模擬 好不是真的國民法官啊 這是這個演戲的齁 蔡總統去參加 蔡總統我們前天F51就出狀況啊 你昨天還在跑那些無聊的行程 動土典禮不能叫賴清德去嗎 頒獎典禮一定要你頒嗎 那國民法官那個是我跟你講國民法官齁 大家mark我的話 國民法官一定是我們司法的重大災難你等著看好了 司法院編了一堆錢 好要去消化掉 好有些媒體的一些網紅會分到錢啊 他就去講國民法官的好話 好那最近我一個朋友啊壞朋友啊 他推薦我看一部美劇啊 不是倒是是HBO還是什麼還是Showtime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戲名的叫做 Your Honor Your Honor在英文來講就是法官大人 好我這個壞朋友推薦我齁就 停不下來很可怕 他總共十集的這個 非常短的一個一個 這個美國的影集啊 他是改編這個以色列的一個戲 以色列的這個原著是以色列的啦 然後美國在把 因為美國經常幹這種事情啊 但是美國的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他從別的國家的那個挖過來的齁 他拍的比人家好 好這是美國的這個美劇這個厲害的地方齁 你去看看Your Honor 他的但是他是一個那個一個戲劇齁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國民法官 我再講一遍他一定會是我們司法的重大災難 你等著看好了齁 你沒關係啦這個這個 我話講前面齁齁 好那蔡總統基本上他覺得 第三天再去慰問他覺得沒關係啊 好那這個本來高雄的一個活動叫做大港開唱齁 大港你贏這個開唱呢 本來要邀請蔡總統 好民進黨急忙取消啊 趙天林天林兄的這個判斷是正確 這個你在找蔡總統去多個孩子 出這個狀況的你大港你還辦這活動幹嘛 這莫名平常我請阿志貼這個這個照片就蔡總統 他到澎湖啊 好去這個視察的時候 他請澎湖的這個部隊呢 喝這個冬瓜檸檬啊 好當時在哇好多人按讚啊 好三軍統在送這個冬瓜檸檬提振國軍的士氣啊 我非常的不以為然啊 因為我不是一個隨民粹其武的人啊 很多人按讚就怎麼樣很多人按讚就是對的嗎 蔡總統拿了八百多萬票他是連任他拿了八百多萬票 我跟你講我從來不談坐票了 可是他是靠政績連任的嗎 今天我們保保衛我們的家園保衛我們的國家 是靠冬瓜檸檬跟麻辣鍋嗎 就是因為蔡英文總統他什麼都不知道啊 他束手無策他面對共機擾臺面對這些我們國軍我們 這個整個戰備 他不曉得該怎麼辦啊 他就知道各部隊一直跑啊 我來慰勞大家你給大家疼死啊 一聽到總統要來一定是雞飛狗跳 因為蔡總統他沒當過兵他不懂啊 他說我我來去看大家你是害死大家 每個被你去的單位一定是全部都是 好所有的莊檢啊所有的這個營區的內外什麼的 你弄得大家肌全不擬啊 好那你這個好國安特勤來啊大家好拍照然後你就走啦 你知道你去每一個部隊那個部隊要演練幾次嗎 你知道嗎你不知道因為你根本不在乎啊 這個就是標準的將帥無能類死三軍啊 然後東瓜檸檬出來的時候 你我們我們這個整個國家社會就是大外宣大內宣嗎 你看總統去齁然後大家就就拿到東瓜檸檬齁 然後就如何如何如何 你去年10月F5已經掉一台了 你做的什麼 慰問家屬啊好難過啊這個什麼這個這個這個每個總統都會做那你去年10月之後你做的什麼 就針對F5140幾年的飛機你還要到飛我不曉得是為什麼 沒辦法啊就只好 好 蔡英文總統在他任內這五年 他一再跟你講就是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潛艦國造通通都是騙你的 但是投給他的817萬票的人他不知道啊 你每天看綠美的你也不知道啊 昨天游宜農公布名叫有58%的人認為蔡總統做的很好他很滿意啊你也不知道啊 我就算喚醒這些朋友 國艦國造國機國造潛艦國造都是騙你的 我為什麼敢現場直播這樣講因為這就是騙你的不然到法院來講啊 剛剛講的那些國機國造國艦國造潛艦國造經得起檢驗嗎經不起檢驗啊 都騙你的啊 然後你現在看到 F51又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們這半年來 掉了三臺F51掉了一臺F16啊 然後三軍統帥就是買冬瓜檸檬啊 他就束手舞他一共機一直打台也沒辦法 也不知道怎麼辦啊怎麼跟對方談也不曉得打也不是罵也不是 就任由這樣飛也無所謂然後就罵阿共阿共這樣是共機倒台 當然對兩岸關係是不好的 可是身為總統跟三軍統帥他能幹嘛 冬瓜檸檬啊 這些冬瓜檸檬的概念這種麻辣鍋的概念跟那個鮭魚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們國力的衰退國家的退步就是這樣子在退步的 那他哇怎麼這麼多人按讚按讚的是有幾萬 50萬好不好台灣只有50萬人嗎 我是不曉得東華檸檬最後幾個人按讚啊 我就算你50萬了不起吧 台灣只有50萬人 這不是這樣子 你當三軍統帥不是這樣當的 不是一直跑去各部隊 那大家就鼓掌啦唱歌啦 感謝總統啦發家蔡經什麼的 部隊剛好被你累死啊 所以蔡英文他創了很多紀錄很多部隊從來沒有總統去過的他去了 這個是政績嗎 從來都沒有總統來的地方我來了 那以前其他總統為什麼不去 因為有些單位是不能去的 譬如說雷達站我不認為總統去雷達站幹嘛 你去雷達幹嘛 你會嗎 你會操作雷達你一定不會嗎 我也不會那你去幹嘛 有些地方是不用去的 啊不然就像我們工兵部隊拍馬屁這樣的啊 啊現在出事情了 昨天他去跑那行程的也大家 你看今天哪一個媒體批評他 啊動土典禮頒獎典禮 士林地方法院模擬法官 我空軍弟兄調兩台飛機下來我去跑這種行程 如果今天是馬英九去跑早就被罵死了 啊如果是韓國瑜去跑我看釘在牆壁上啦 蔡總統也無所謂啊 啊大港你還本來要去那你去吧 好來我們進廣告 貝利晚餐我是陳回委員 今天因為時間關係齁 我們待會直接進行拜選檢討會齁 來這一段看這個疫苗齁 讓陳時中他一個政客的性格 你注意注意看齁 他在指揮中心記者怎麼問他都不講啦 國民黨立委質詢他也不講啊 陳時中都跑到綠媒去講啊 好他說假設疫苗買貴啊 好你看阿智天那兩張圖齁 我要批評一下三立的這個小編齁齁 他連台語都聽不懂啊 你上的字幕是錯的你在幹嘛啊 要不是我去聽 聽那個波代我要被你騙啊 陳時中根本沒有承認他疫苗買貴 他是這個很滑溜的啦 因為非常滑溜的就是狡猾啊 很滑溜的政客他不會跟你講說 承認我疫苗買貴的 他說我假設 假定啦 假定我我疫苗買貴 好 那他拒絕立法院的監督 他說立委你們只是滿足好奇心 那監督什麼 但是他在綠媒 坦坦而談啊啊 疫苗怎麼樣呢怎麼樣呢 幹嘛 他在拉攏綠媒啊 他在拉攏綠媒的這些大咖主持人 改天如果他那個的時候 哎 兄弟在上面稍稍稍喔 就倒到旁 立法院不講 國民黨立委怎麼問他都不講 指揮中心記者會記者問他也不講 他跑到綠媒去講 我就跟你講 他是一個標準的政客 好你可以來檢驗我這句話 你你你看陳時中的這個 這這齁 這齁 這齁我得我得我得批評一個 七十幾趴滿意度的 政治人物啊 台灣就是這樣子啊 好這個我們今天晚上的那個 YT的直播我在談啊 沒有時間談這個 就我看到這民調 有時候我也不曉得要 要怎麼怎麼來解讀啊 好陳時中的滿意度七十幾趴齁 我如果我做民調我的滿意度 大概是0.7趴齁 大概齁 你看我剛剛罵這個上海的朱先生 聊天是一堆人罵我 我不會怕你們罵我的啦 我如果怕你們罵我 我就跟上去你講的好 嘿為了大陸的國力不要衰退 所以不要武統 這話能這話能聽嗎 講這話有人性嗎 你關心的不是武統的時間 不是只有台灣人會死啊 解放軍來打解放軍不會有傷亡嗎 你不管啊 你擔心是大陸國力衰退 所以我說你講的很爛啊 好但是大陸的那些爛直播組 剪接他也不會把我這段剪進去 但無所謂 我問心無愧就好 你講的好 這麼多人在看這麼多人在聽 你講的好我一定幫你安讚啊 像我們這個北京的這個 欸武先生 好我有空再播啦齁 你講的爛我不會跟你客氣的 你放心好了 所以要call in的朋友你要心理準備 我這邊不是讓你隨便忍消威 你們好了 你以為這個主持人很好相處嗎 你錯了 我連主持人都在叫我管你什麼 你講的好一定沒問題 我會讓你多講一點多多講久一點那都沒問題 你看之前的被我罵了 那個共濟老台為了保護保衛中華民國 你忍什麼消威啊 好我們來看這個疫苗齁為什麼買貴呢 因為陳時中他等於是間接承認他買 但他不直接講 為什麼買貴的原因是什麼 好不好 買貴沒關係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買市場最低價 你又不是什麼談判專家 或什麼什麼好什麼財經專家 你買到最便宜的疫苗 我沒有這樣子苛求你 如果我逼你 你一定要買全世界最便宜的疫苗 那我就是苛求了嗎 好我問你你為什麼買貴的 這種可以問吧 好有沒有疫苗蟑螂齁 你看以色列他是用三倍的價錢 去搶購這個輝瑞BNT的疫苗 他的覆蓋率是全球第一啊 以色列為什麼去搶疫苗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以色列的總理是個爛貨 他必然一大堆啊 貪污腐敗 以色列搶不是搶在這個總理 總理是很爛的 是搶在他們以色列人民的團結 那這個以色列總理 疫情很嚴重 他如果再拿不到疫苗 他可能就垮了 所以這個納坦雅胡啊 是個垃圾的政客啊 他用三倍的價錢去搶疫苗 他真的搶到疫苗 有什麼好高興的 是因為他掩蓋他內政的 包括他自己的這個貪腐 好你看那個巴拉圭 我們巴拉圭這個疫苗是AZ的疫苗 我們贊助他一千兩百萬美金 去買兩百萬劑的疫苗 這樣一劑是多少錢就算得出來嗎 這小學生都會的這個算數齁 可是你看巴拉圭買疫苗公諸於是嗎 就是這個錢這個價格 這個數量 可是我們買疫苗是遮遮掩掩 好今天這個應該講昨天啊 陳時中講說 也不知道今天還說 他說他眼睛沒有看過三十一塊 美金這個價格 他講是這個輝瑞BNT的疫苗 我算給大家聽喔 有兩個版本嗎 第一個版本我現在講到美金 美金三十一 美金四十五 輝瑞的疫苗我們本來三十一塊可以買到的 後來變四十五塊 三十一塊美金的價格是包括冷鏈 你要給我送到我們的所在 就冷鏈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物流啦 配套三十一塊含冷鏈 後來我們用四十五塊買是沒有冷鏈的 冷鏈你自己想辦法 你知道以色列買 輝瑞買多少錢嗎 買六十塊 美金六十塊 他是用三倍的價格買是六十塊 所以本來輝瑞一季多少錢 數學太簡單了吧 本來一劑是二十塊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一劑原價二十塊美金的疫苗 我們為什麼要買三十一塊呢 你又把我們當提款機啦 人家二十塊可以買到的疫苗 我們為什麼要花三十一塊去買呢 那最後是四十五塊去買 那是為什麼呢 人家以色列花六十塊 他是用三倍的價格去搶貨 被他搶但以色列沒多少人啊 這八九百萬而已 要去趕快趕快打 我們這個錢喔 啊我實在是齁 那這個有人質疑陳時中跟蘇貞昌打假針齁 陳時中今天說要法務單位去研議提告 那你就去告吧 你告得成我隨便你啦 因為講這個打假真的是國民黨的立委 立委是有言論免責權的 他不是一般網友 他是國民黨現任的立委 名字我就不講了 他質疑打假針 你覺得這樣告得成你去告吧 好陳時中你盡量去告啊 吳子嘉說你 指控陳時中說謊 就剛講的這個輝瑞這個採購 東陽雅各成這些 他指控你說謊你不告他 你為什麼不敢告他 我是建議吳子嘉你去自首啊 吳董好久不見了 對你去自首拍誰 你去自首啊 我就是罵陳時中說謊啊 你讓司法介入調查 我們到底買了什麼都不知道 但我們看這外交部長很好玩 外交部長啊今天笑這個大陸說 你的疫苗沒有經過WHO的認證啊 也是前面講那個巴拉圭的事情啊 他說你們要用大陸疫苗 你要自求多福什麼講這風涼話 非常好吳釗洩 看招牌比較久還是錄牌比較久 好我們有目前可能要買2000萬劑的國產疫苗 一家各1000萬劑啊 我想請問檢調司法機關 這兩家生技大廠疫苗的廠商的股票 有沒有特定的政客買了 現場直播我還說他報酬 因為我沒有證據啊 我是合理的懷疑 有沒有特定的政客手上有 這些相關產業的股票我不知道 我是沒有啊輪也輪不到我啊 我要用吳釗洩的話賭你們這些人的嘴 你現在像大陸沒關係啊 反正仇宗你們也操作習慣了 將來我們的國產疫苗 請你依照WHO的規範跟標準 不然蔡總統就不要打了 你陳時中你簽約的時候 因為我不曉得陳時中會不會簽約 你簽約的時候要要求這兩家疫苗廠商 不管你是第二期第三期還怎麼樣不管 你的疫苗一定要經過WHO的認證 能夠賣到國際 不然我一塊錢都不給你 如果你的疫苗沒有辦法獲得獲得國際認證 根本賣不出去只能在台灣打 那你這疫苗國際不承認你打這疫苗幹嘛 賣就來啊 你怕你 所以你看到陳時中這種逃避監督的這種 民進黨全力護航這樣 我跟你講真的是民族退部黨 貝利晚餐我是陳輝文來 022363995 最新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爛黨的狀況啊 國民黨發了中評委的聘書 本來六個發了五個 趙薩康的就不給了 趙薩康也不領 那婉拒中評委的聘書是不是趙薩康20 當然黨主席他就是不選了 那2024是不是也出局了 那不到兩個月 從2月1號新聞曝光到現在 今天才3月24 不到兩個月 邵康中心變成黃糧一夢 那我也我一直不是很了解 為什麼趙薩康跟韓國瑜會做這麼 這麼魯莽的舉動啊 噼啪啪的就說要選 然後就被人家破局啊 把消息走漏給自由時報了齁 好那今天禮拜三國民黨中常會這個 中常委連署齁 邀請趙薩康做閉門演講 國民黨連門都不敢開啊 趙薩康應該全程直播啊 什麼時代的你關門幹嘛啊 關門放狗嗎 太離譜了吧 那中常會爛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誰當黨主席已經不重要了 這國民黨因為 基本上我一開始就講過 你去看我2月1號講的 農曆春節前2月1號就講 我覺得 你可以想像趙薩康跟王金平 附坤齊站在一起嗎 大家手牽手 加油加油動算動算 你你你你能想像那個畫面嗎 雞兔可以同龍嗎 你看今天多少中常委在在修理他 哎你一定要來 你一定要中常委我阿板 你一定要來 他是欠你嗎 他為什麼一定要來 那一一一一是來來來來來 022363995號 國民黨的敗選檢討會 你為什麼你認為國民黨輸在哪裡 我覺得今天國民黨到這個地步啊 就走到這個 亂到這地步說他也不讓他選了 就是糟糕你你別想 你一直罵我們中常委 我們來幫你改規則幹嘛 你就當個陽春黨員吧 好然後這個可能找一個時間 到中常會大家來 這個唇槍舌戰一下 那國民黨就是 大概就是這樣交代啊 就這個這個黨 國民黨有這麼這麼悠久的歷史 當然有這麼沉重的包袱 然後憑趙少康之力是撼動不了 韓國語撼動不了 所以我才說誰當黨主席其實已經 相對已經沒有那麼的這個要緊了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是新中小班傑銘 小班傑銘你好 你好 我先說我雖然跟大家的立場可能比較不一樣 私投於蔡英文的 那國民黨 國民黨白選選黨會我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國民黨黨性那個排他性很高 排他性很高 排他性很高 對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郭台銘出選過後就隨活不容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選舉策略上 那民進黨他可以讓比如說陳柏惟 小黨在區域立委有一個人 可是國民黨看起來就好像是 每個區域立委都要提名一個人 可是國民黨立委 可是國民黨現在已經不是加拿大業大 還有當場這樣 但是他還是 就是好像要在每個選區 就是要提名一個人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變成 基本上好像很分散 然後就 就不太 沒有辦法拉攏其他小班 小班傑民你說你投蔡總統 那國民黨的敗選選黨會 你有興趣就對了 我發表個人我的看法 那我想請問你 你投蔡總統這一年多以來你後悔嗎 我沒有後悔 所以你覺得他做得很好 應該是說我個人不太喜歡國民黨 但是國民黨總統 沒關係 小班傑民我不是要罵你 我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所有的 聽眾朋友包括台灣 你覺得蔡總統的政績 你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 我讓你時間講 政績來 你說之前的政績嗎 沒關係 他當了五年 你要你要講這五年的哪一段時間政績 我都習耳恭聽來 謝謝來 好 我覺得是這樣子啊 如果蔡英文跟哪一個比 別跟馬英九比的 我問你蔡英文的政績是什麼 因為你投給他你不後悔嗎 就表示你滿意嗎 那我習耳恭聽蔡總統的政績是什麼 那同婚立法 當然可以從政績嗎 當然可以啊 你覺得第一個是同婚再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的執政方向也許 跟大多數跟 跟你的聽眾大多數不一樣 但是 沒有那個那個小班傑民 你沒有沒有資格去講說我的聽眾是什麼立場 你講你的就好 你不用你不用扣帽子 你講同婚我記下來第二個來 第二個就是他 慢慢想不急我還有三分多跟你講沒關係 我後面都不要接了來你慢慢講來 慢慢講不急不急 這蔡總統的政績還要準備嗎 他當了五年又不是當五個月五年呢 除了同婚你講不出來嗎 我講大方向好沒問題啦 大方向小方向都可以來 他讓他讓就是台灣更 因為好國民黨常攻擊民進黨 你不要你不要再講別人了 我問你蔡總統的政績 你就明確告訴我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你不要東扯西扯啦 蔡總統的政績是什麼 ok 很難嗎 第一個就同婚 同婚講過了再來 我的結尾時間是57分 現在53分 你有三分多可以講來 小班傑民我們為難你 如果你覺得我不能這樣子問 那我也沒關係 因為我要尊重你 你如果不想回答那也沒關係啊 好啦說真的我是沒有準備啦 因為我這這需要準備嗎 你這樣講蔡英文的政績還需要準備 難道我明天再聯絡嗎 還是你你你了解等會 我明天再打給你 要準備嗎 你你你2016是不是也投給蔡總統 對我是啊 那我尊重 因為蔡總統2016 600多萬票 2020是800多萬票 我尊重我是我是請教你 你我因為我們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一個朋友打來 他說他投蔡總統那他後悔了 所以我才問你說你投蔡總統 你說沒有後悔那也沒關係 因為尤益農的民調他是58% 所以我相信因為他得票是57% 他滿意到58%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可能是沒後悔 那我想問說他的政績是什麼 就是讓你為難我很抱歉啊 其實大家不是說什麼選政績啊 那那個那個那個小班傑民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你知道2018的那個同婚的公投五個案子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公投的結果是什麼嗎 結果就是公好公投有一個主文是不是要同婚立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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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五個案子的結果就是3比2 就是反同的比較多 支持同婚的相對是比較少 可是在反同的那個有一個主文是不是要同婚立法 要專法 立專法對 對那蔡總統事實也做了這件事情 是啊他最後是用專法妥協啊 對啊那所以就讓反同的比較多 那我們也記得專法是不是 對 沒有啦那個小班傑民我尊重你的看法 但是問你蔡總統政績你只講同婚這個我比較比較那個 沒關係 謝謝你你還要補充的嗎 好我只會講點因為剛剛我講到排他性很高 因為那個我還要一個沒有講啊 不是啦我是問你蔡總統的政績 要罵國民黨我來就好了輪不到你啦 因為你又沒投國民黨你罵國民黨幹嘛 我問你蔡總統我讓你正面表述 你講不出來那沒有關係啦 你要罵國民黨我不要讓你罵啦 因為你浪費那麼多時間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老實講我沒有準備 因為因為我打進來就是想要罵 小班傑民那我請問你 你認為蔡總統的政績是需要準備的嗎 不是你如果你要講清楚嗎 就是說如果是投蔡總統那你打進來 我覺得你要先讓我知道 所以你覺得我是突襲你就對了 突然問你蔡總統的政績什麼你答不出來 我跟你講小班傑民因為我謝謝啦 我就不跟你聊了 因為這個顯然你也不做 因為我之前有一位這個聽眾朋友 他是支持侯友宜啊 我我二十幾年前不是二十喔 我二十幾年前就認識侯友宜啊 他覺得侯友宜政績很好 好啊我就請問他侯友宜的政績是什麼 好也是類似我剛剛故意裝作我非常誠懇的樣子 我問說侯友宜的政績是什麼 他也答不出來 所以小班傑民你答不出來 我一點也不意外啊 好你看那大陸朋友 call in很好玩 我問他兩岸有什麼優點 雙方可以看大陸有很多優點 什麼優點 第一個執行力很好 第二個叫什麼 什麼數字啊 什麼數字什麼 好然後侯友宜的政績也講不出來 問你蔡總統政績講半天你講一個同婚 我沒有我沒有任何嘲笑你或是責備你 因為因為所以我問你你你支持蔡總統你2016投他 2022投他難道我要先準備說我今天call in題目是蔡總統政績 這樣你才能有有準備嗎 如果你真的覺得他這個這個做得好的話 因為我一再認為這很抱歉是我很主觀 我不認為蔡英文總統是靠政績連任 他是靠奧博 他是靠包裝 他贏的一點都不光彩然後全民一起受苦 我們明天見拜拜